時間稍微有一點點delay 所以我們就不浪費時間 直接開始吧 好 那大家好 我們是家庭診療室 然後如何對話不受傷 那這個標題可能跟大家就是外面看到不太一樣 那其實就是在整個準備的過程中 我們兩個講者就是雪崩式修正滾來滾去 最後他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請多多包涵 好 那下一頁 然後這邊有slido跟hackmade 大家都可以掃描一下 如果有隨時要問的或表達的都可以就是歡迎使用 好 那就先跟大家道個早安 感謝大家來參加這個工作坊在非常早的時間 然後在有立委的光環之下還是願意跑來這邊 我們非常的感恩 然後我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俊博 然後我是一個社會學所的碩士生 但我同時也是國中的公民跟歷史老師 所以我主要的職業在教書 然後我們另外一位講者是宜君 宜君在這邊 他是也將設計的主辦人 然後也是家庭診療師的創辦人之一 對 我今天是來幫他打個雜的 好 聲明 我們並不是專業的資商師 我們也並不具有相關的受訓 所以我們分享的東西是我們自己的生命經驗 他不是一個零單用藥藥 也不是一個 也不是一個百分百的指引守則 就是請大家注意一下 因為診療師這個 這三個字有時候會讓人家誤會說 我們是什麼資商團體 但其實我們不是 那有另外一個要聲明的事情 就像是剛剛大會守則講的 我們其實可能大家都有拿到一個 就是白紙 然後上面可能有一些讓你看起來 非常不舒服的東西 那這是為了等一下的活動所準備 那並不代表就是我跟Ginger的立場 那不是這個意思 對 所以就是先聲明一下 然後還是會有QA時間的 對 還是會有QA時間 好 那介紹一下議程 今天的議程是 我們等一下會馬上就有一個對話的活動 然後我會負責講解這個活動 然後主要把它講成訊息跟表達兩個部分 那Ginger會負責的是家庭診療室的相關講解 就是社團經驗 然後最後綜合以上我們再做一個活動 所以總共會有兩個活動跟兩個講解的東西 好 那我們先來聊聊吧 好 所以遊戲規則 等一下我們會把三個人分在一組 那其中一個人他會負責扮演反方 就是他是反對這個議題的 以某一張就是同婚來說 他就是站在反對同婚的那一方 好 那他的任務 另外一個會有正方 好 正方他就是站在支持的那一方 好 這個比較沒問題 那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職位是觀察 他在等一下的對話活動裡面 他不需要說話 好 可是他要在活動結束的時候說話 他要告訴大家說 我剛剛看這兩個人說話 然後他們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 然後他們到底是怎麼吵起來的 或者是他們為什麼都吵不起來 這也是可能的 好 那至於觀察 等一下要講什麼話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好 那反方有一個特殊的機制 就是這一張東西 就是上面看起來有非常多很可怕的言論這一張 對 不是中天關台那一張 是看起來很可怕的 就是很多同心念的那一張 好 那反方等一下的任務就是 因為我們假裝大家都是同婚層 所以可能大家不太有機會去想到這種東西 所以反方你等一下可以盡量的去利用 這張上面的東西來回答正方的問題 不管正方說什麼 你可能找一個你覺得OK的你就回他 對 對 你說你可以就是非常鬼打牆 或者Anyway都沒有關係 但是就是使用這個上面回答 當然沒有強制你要每一句 就是如果可以你就用這個回他 比如說正方跟你說 同婚我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你就跟他說 這樣以後就沒人拜拜了 OK 這樣也可以 好 那正方你的任務就是不要爆氣 對 就是不要生氣 就是先盡量壓抑一下 好 那觀察就是 你等一下會需要在整個活動結束之後發表 好 那個這個是等一下觀察他要發表內容 你會需要幫大家分享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你覺得他們順利還是不順利 那他可以是個程度問題 比如說10分還是0分都好 第二個是你可能可以去大概紀錄一下 他們在情緒上論點上還有共識上 他們達到什麼 比如說我覺得他們在情緒上都蠻克制的 可是論點上就完全沒有在講一樣的東西 所以他們也沒有共識 類似這個樣子 好 那 舉一個例子來說 反方他可能會說 聽說 對不起 正方他可能說 我覺得大家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 反方就回答他說 可是我聽說他們很多愛知耶 奇怪 那 觀察最後他可能就講說 不對啊你們兩個沒有在聽對方說話 你們A講的是AB講的是B 你們根本沒有講同一件事情 好 那我們就來分組吧 好 這邊會考比較緊 就是1 2 3 這樣子 對 然後 這樣的話是1 2 3 這樣就好 然後 這邊要稍微一組 好 喔 他等一下會是 但你們兩個跟我一組 好不好 那我們這個遊戲估計會玩 還有誰沒拿到 那 我真的 你以為是1 2 通常我們就隨便前進去做一組吧 好 好 好 那我幫你了 就是這樣 那我幫你了 關卡可以關卡 那我們不一定要 那他可能要上下 那他可能要上下 對 他猜你對不對 其實也沒有一組 那我們可能要去關卡卡 還有人沒有辦法到嗎 都有齁 那我們就 那我就來看 那我就來看 現在什麼天啊 今天要給兩個人 我們是自己決定自己是 對對對 然後是你的 那你跟我們在後裏的那個人 那你跟我們一起休息 沒有 但你可以完全可以比看好 我想這張想的好累 然後 我們開始了 我們現在來坐著 基本上搜索,我看了好多疾問,好多疾問 這次是對出了太陽拍,就變成了一盒 vivo,這個短歹應該比較,就很容易把握畫卡幹,這就那個老鉄的 relatively小時候就在那裡想要看,就這個短歹是有種小的小的小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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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宣傳牌的小偷的小偷,就是慢慢的小偷的小偷的小偷,就是不可能的小偷的小偷的小偷是會有這麼多疾問,這就是箱子的小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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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那裡想要做一個小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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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 beliefs are widely European countries motherf unboxing book pp hm ө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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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ө 主席 童 discovers that he's talking about a女性戀 Robinson.. 一件事是其中一個女性戀愛的女性戀愛跟女性戀愛的女性戀愛 是女性戀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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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戀愛女性戀愛的女性戀愛的女性戀愛的女性戀愛 光是今萬出現的 以每個人都知道 你什麼時候都有 機動會不會活動 你現在是局長的 大家本來的一套 重要解 執行的是 這個這個系統圖可以說得很難 繼續做好 這不是可以吸氣嗎 如果你是女生的話 都可以吸氣一下 先這樣一下 再推薦一下 盛少許的差別 是有一個人陪著性感 他跟群感鼻熟悉的相� familia 這個就是裡頭來動態 先這樣我來就這樣 先上兩次去 女士的太陽派的外國人 這次曾經有 她們也相當的 她們也相當的太陽派的 老是因為她們也相當的 如果真的要進去的話 別人會想要進去 如果真的要進去的話 別人會想要進去 如果真的要進去的話 別人會想要進去的話 如果真的要進去的話 別人會想要進去的話 如果真的要進去的話 別人會想要進去的話 一定會有 還有 這是第一次的 我們再持續最後的30秒就好 好 十 九 八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感恩大家 我們時間到了喔 好 我們給觀察的同學就是一點點時間 讓他稍微整理一下他剛剛到底經歷了什麼可怕的事情 觀察同學可以幫忙嗎 可以觀察同學 OK 好 好 好 再給大家一下下 沒有 是給觀察一下下時間 對對對 給觀察一下下時間 可以幫我回那個觀察的那一頁嗎 對 再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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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 謝謝 謝謝 好 方便從你們開始 還沒理清 你剛剛沒有吵起來 沒有吵起來這也是一個觀察 對對對 我 對 我 我 對 我 對 好 好 我們剛剛看了一下 我們剛剛看了一下那個小卡 然後覺得我們想講的東西 好像不是 上面的我們都沒有很想吵 所以 剛剛他們臨時決定了 覺得想要吵那個 認為那個 可不可以看自己的另外一半的手機 或是任何的隱私的部分 對 就是有一個人可能會比較有控制欲 或者是想要去 關注控制他所有的行為跟交友狀況 所以要一直看他手機 然後另外一半覺得你怎麼可以看 然後有一個人覺得說為什麼不能看這樣 好 然後我們剛剛吵的點一開始就是 正反方就是 他們主要的論述是 正方是覺得說 我可以 對 正方會覺得說你不該 你不該看我的隱私 不能關注到這個程度 我有我的交友圈 但是雖然我們是在一起 可是你也不能夠 控制我的所有的細節這樣子 然後 另外一方就覺得說 我想要知道你到底有沒有在 亂搞嗎 或是就是你有沒有 跟其他的友人 或是你哪天爆出來 其實你到處去跟別人約什麼 一夜勤啊 什麼的 這種 感謝 感謝你們 他們往了 那個 往了 就是手機的方向發展 那我換下一組 但是 可能就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 可能我們沒有時間幫各組回顧你們整個論點的過程 就是 可能請你幫我講結論 就是你覺得他們還算順利 還是還算不順利 大約就好了 然後 重點是 他們在情緒上 他們還在一個 可以溝通的範圍內嗎 然後 他們有沒有在講同一件事情 重點是有沒有在講同一件事情 他們是有討論的 還是其實是 單方面的 我在說我的 他在說他的 還是 OK的 在這邊我覺得 正方跟反方的溝通是 順利的 因為在情緒上 其實一開始 反方在 反方在說明 就是他看到了某些事情 然後 然後他起了某些噁心的反應 所以他 不支持 就是他 不是很支持 同性戀 或是相關到後續的 同婚的時候 其實正方一開始並沒有 去說明 自己的論述 就是 正方一開始他的論點 他不是急著把他的論點說出來 而是他會先一直詢問 詢問反方 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想法 然後進一步去推導 然後 反方說因為他認為這樣的情形 很奇怪 然後正方再去問說 為什麼會奇怪 是 很常見還是很少見 然後 慢慢去討論出 一個好像稍微可以接受的共識 但是這個時候 就是反方又會突然提出另外一個 就是跟 小孩領養有關的另外一個問題 那 反方又可以再問 再問一些問題 然後去推導說 可是 這些 這些事情可能是 某種行為 他跟性別 或是 跟性別沒有直接的關聯 好 所以這是一個 算是有達成 一點點共識的同學 那主要擅長在傾聽的部分 那我們再兩組就好了 好快速我覺得沒有說非常順利就是 有可能是因為反方他可能心理上剛好就是不是占那個論點所以跳出來的東西他就是拿那個資料庫來回 所以 回的東西有點薄弱 然後 反方的東西他有一點點跳針就是 正方回應完之後反方就 好這一點戳不動然後我就從資料庫再挑一句出來戳所以 感覺像是正方有一直在回應反方但是反方的 脈絡的連貫性其實沒有很 很連貫 所以我覺得 最後好像沒有得出一個像共識的東西 所以這是一個 不太有共識因為戰場一直沒辦法集中一直跳針的狀態好的 下一就往下 再往下 好 那我們進到第一個就是論述的部分我們今天會講說訊息的表達 訊息是訊息 表達是表達這是兩個部分 有好的訊息不一定有好的表達 有好的表達你不一定有好的訊息 好那 訊息的理論基礎我們把它建立在一個叫 ORID的系統 然後 表達了這個部分我們把它建立在一個我訊息的系統 好往下 那訊息有四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叫基礎事實 就是我們到底有沒有認知到同樣一件事情 你們說的 你們說的保障伴侶的隱私 你的隱私跟我的隱私到底是不是講同一件事情還是不一樣的 那 對 到底一不一樣 這是事實問題 好再往下 接觸到一個事實之後我們就會開始有情緒 有情緒加上事實 他最後會開始衍生出來這個是他的經驗 說我遇過這件事情 他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覺得很不開心 好這是個經驗 最後他會進到決策 他根據以上這些東西 他開始做他最後的選擇 比如說我要去遊行 或者是我決定不講這件事 我怎麼樣這是決策 好 但是我們今天不會講動作決策這一塊 因為第一沒時間 第二 如果那個人可以好好的跟你商量動作決策的時候 通常代表你們的溝通已經有一個水準了 你們才會好好的商量這件事情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今天先不講 那我們先來講基礎事實的部分 下一頁 這期大家都知道 公投的題目 那為什麼那時候公投之後 變成一個很奇怪的結果 這是題目 我們以為我們建立在同一個事實 結果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 有一方人看的是民法婚姻 另外一方人看的是一男一女 他們截取到完全不同的事實 對 一個人他只有在意的是 這個東西重點在這裡 另外一個人他重點在這裡 所以 投票後才會有人說 為什麼 為什麼投票可以推翻所謂的 結果 為什麼 不能推翻 就是 大法官的結果 因為他覺得 我們不是投 不可以同性婚姻嗎 他們是這樣想想的 好 下一個 再下一頁 好所以 跑掉了 所以在基礎事實的時候 我們可能先需要去確認一下 對方說了什麼事情 就像這一組同學 他做了很多傾聽的部分 那你說的 同性戀是什麼意思 是 那你說的結婚又是什麼意思 是 是 民法的結婚嗎 還是怎麼樣的結婚 那會發生什麼事 點點點 包含收養 包含少子化 可能我們都需要去 確認一下 我們到底有沒有認知到同一件事情 但是有一種例外 我有時候在跟中國的朋友講話 我會有一些話題不講 不是因為那個話題不能講 是因為那個話題講不下去 例如再教育營的問題 他堅持 這東西不存在 我說這存在 他說不存在 存在 不存在 好沒得講 因為 這件事情完全沒有辦法被確認 就是 不管我相信什麼 我們沒有人可以提出一個證據 你看 我現在直播就是這個 對 沒有辦法 所以他有一些例外 就是 當 有一個東西 他是沒辦法被 認證 他是個事實的時候 或者對方很難跟你達到同個事實的時候 那這個就 跳過台灣 因為這對不起來 好 再下一頁 小結一下 在事實的部分 我們要先確認 我們到底是不是在講同一件事情 如果像在公投投票 我們到底有沒有在投同樣一個東西 好 第二個 有些東西只有天知道的 那個就算了 這真的就算了 所以譬如說我也很少跟人家討論 就是 能源的問題 因為能源有太多 他是可以被查證的事實 但是我沒有 沒有那個能力去判讀 所以我也沒辦法告訴他 這個到底怎麼樣 好 那推薦大家使用的句型 就像是剛剛這一組說 就是 對不起 推薦大家的句型是 我目前知道什麼 所以 像有時候有人會問我說 你可不可以對這個事情發表一下看法 我就說 我目前知道這件事情是好 這樣這樣這樣 那我知道的跟你知道的一樣嗎 還是你有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 你要不要先告訴我 我先確定 我們建立在同一個事情上 這是事實 好 往下 那再來進到情緒感受的部分 好 應該會 好 咦 中間應該會有一個影片 不見了嗎 好 那先幫我播一下這影片 它很短只有10秒 好 大家非常冷靜的把它看完了 就是沒有人做出反應 但是我當時在看當 我在被看 我在看這個影片當下 我覺得滿驚悚的 喔 怎麼會有東西要打過來 再下面 在上面一點 它應該跳錯順序了 好 我為什麼把情緒感受畫上一個王冠呢 因為 它其實這四個裡面 你不能說它是 最有道理的 可是它沒有辦法否認它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 我們看下面這個故事 好 A說 你為什麼那麼晚回來 B跟他說 我有傳訊息給你啊 他說 你知道我等得很害怕嗎 現在都幾點鐘了 所以我道歉了啊 而且我還買禮物給你啊 你現在到底在凶幾點的 好 你到底有沒有聽我說話 好 事情就吵起來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下一頁 他們其實老實講都蠻愛對方的啊 他遲到有傳訊息 還特地買宵夜買禮物回來 他們沒有不愛對方啊 可是為什麼他們在吵架 為什麼他們在雞同鴨獎 好 往下 我們幫大家把重點抓一下 第一句他的重點在我玩 第二句他在訊息 再來他說了我害怕 再來他說我買禮物 然後最後他們就打不成公司了 我們再根據剛剛的內容 我們再分類一下 前面這兩個叫做事實問題 下一頁 好 下面這兩個叫做情緒問題 第一他們事實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在講同一件事情 他在講晚 他在講訊息 在情緒上 他說我很害怕 所以他想要被安慰 我現在的問題是 我很害怕 我的心情很忐忑 我覺得不安全 我覺得 猶豫 我覺得怎樣怎樣 他說 所以我道歉了 而且我還買禮物 換言之他覺得 你不應該害怕 但是這是沒有辦法的 當我們被情緒佔滿的時候 其實人幾乎沒有辦法做思考 那這個其實在大腦科學裡面的研究 他是有非常明確的歷程 就是當你啟動情緒的相關機制 叫性能核的時候 其實人的高功能的思考在 另外一個地方叫前額葉 這兩個地方他會此消彼長 性能很強的時候前額葉會暫停 所以在他的情緒非常高點的時候 你要跟他講一個 很困難的東西 或跟他講道理 那個是做不到的 他的物理上做不到 不是他不願意 他的生理機制上不是這樣反應的 好 往下 那我們再結論一下 在有群細的時候 他會沒有辦法啟動高階思考 有時候會覺得情緒是一個壞事 但他其實不見得 我舉一個例子來說 如果你今天 你今天在一個草叢 然後你看到一個獅子 然後張開嘴巴往你撲過來 你馬上有個非常高的情緒 你要死掉了對不對 這時候如果你還在那邊高階思考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我們不可以有刻板印象 獅子只是比較大隻的貓咪 他可能沒有那麼兇 他可能今天肚子不餓 我們不可以刻板印象 不可以跑 先觀察 不好意思你就死掉了 所以大腦的設計 他一定停留在有情緒就優先處理 有生命危險 有什麼威脅的時候 他就馬上先處理了 他沒有辦法等到你高階思考啟動 所以這個真的是生理限制 這個不是他的問題 好 往下 那情緒是一個個人的主觀感受 他其實沒有辦法被評論對錯 小孩子考斷考60分 跟人生分手 跟被公司裁員 這個痛苦其實 不是可以去比較的 對 每個人的痛苦都是痛苦 他不能用一個線性的來劃分 所以你不能跟他說 你這個沒事 這不行 好 最後 那可能這邊會推薦大家使用 我感覺 我覺得 好 我感覺我現在的情緒是怎麼樣 好 去表達大家的情緒 好 最後一個部分了 好 進到經驗詮釋的 地方 好 我們先來看一個例子 好 大家猜一下哪一個是權勢 好 會參加生運 參加生運很可怕 會被列入黑名單 不要讓我擔心 哪一個是權勢 參加生運很可怕 一票 有沒有人覺得是別的 好 權勢是什麼意思 我們等一下就會解釋了 好 那往下 確實參加生運很可怕 它是一個權勢 那會被列入黑名單對 它是一個事實 然後 這是一個情緒 那邊是一個權勢 好 這是我媽對我說的話 她覺得我整天都在街頭 對 好 好 再下一頁 詮釋到底是什麼意思 它其實建立在剛剛講的東西 事實 還有情感上面 當它有一個事實 它產生了一個情感 它綜合了這些東西 最後形成一個權勢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把它想像成一個延伸出來的東西 它不是單純的基礎事實 可是它延伸出來變成一個權勢 換一個例子來說 好 陸客不來 好 它覺得只是個事實 所以它有一個感覺 叫做好不安全感喔 這樣我以後做生硬會不會不好 所以它權勢出來最後就變成 啊 執政黨固步自封經濟倒退 這是它做出來的權勢 它不完全等於陸客不來 它也不完全等於一個感受 可是這是綜合起來 它得出了這個結論 好 這就要詮釋 往下 再舉一個例子 沒有 這是個很好玩的故事 就是我們在社團裡面 我們蒐集到一個故事就是 剛剛以上舉的都是實例 所以他爸媽跟他說 陸客不來很可怕 然後你知道他做什麼事 他超有趣的 他決定他爸媽去吃頂泰豐 然後頂泰豐裡面人山人海 重點 很多外國人 所以他給了媽媽一個新的事實 就是其實陸客不來我們還有很多人 你看 就在這邊 好 所以他有一個什麼樣的感受 他就覺得好像其實也沒這麼糟 好像有點希望 經濟也沒有垮掉嘛 這麼多人 好 那得到一個新的詮釋 真的很糟嗎 他不會一夕之間被改變 可是他會有一點動搖 因為你提供了他一個新的事實 又給他一個新的感覺 他就會這件事情做重新的思考 好 下一個 所以基礎事實加情緒感受 他會得出經驗詮釋 如果我們要改變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可以考慮給他一個新的基礎事實 給他一個新的情緒感受 最後我們就可以引導他有一個新的經驗詮釋 好 下一頁 好 可是通常我們在跟人家講話的時候 這件事情倒過來的 不會是那邊開始 是會這邊開始 好 再下一個 我們必須要從經驗去探問他的基礎事實 為什麼是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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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不知道 我們會看到這裡 他通常講出來的話會在這邊 然後我們要倒回去探問這兩個東西 舉例來說 如果你看到他跟你說 台灣都顧不自封 都走不出去啦 他其實沒有告訴你很多的事實 但是他也同時 他沒有告訴你的很明確 這時候你可能叫他會說 那你為什麼覺得台灣都顧不自封 哪件事情讓你覺得台灣顧不自封 他可能才會開始告訴你 然後你聽聽聽 他有一些感情 有一些事實 這是他的認知 好 最後 好 對 這個就跳過他吧 好 小潔一下 詮釋他是一種混合體 他確實不是很好區分 因為他是事實加感受 綜合又延伸出來的 那甚至有一些狀況是 他綜合了好幾個東西 然後最後綜合起來變成這個 對 好 那經驗加情感他會形成詮釋 好 最後 這部分比較建議請聽跟詢問 因為我沒辦法直接從他最後的結果 知道他前面講什麼 好 那最後推薦大家一個大招 叫做說故事 說故事是個非常非常有效的手段 為什麼他會有效 好 第一 他同時提供一個事實跟情緒 因為你在講故事對方要聽 對方要聽的時候 他就要想辦法去帶入那個東西 所以你同時會可以提供事實跟情緒 好 第二個 他為了去聽別人的故事 所以他要先想像自己是他 這是一個強制他去同意的過程 而且這是別人的事情 相對不容易吵架 對 我只是跟你說他怎麼樣 好 我們不管 反正他怎麼樣 對 好 最後 你跟他講故事之後 他聽聽聽 他可能也會跟你講他自己的故事 譬如說 你講了一個正方的故事 他不認同沒有關係 他跟你分享他反方的故事 那你就得到更多的經驗 你得到更多的事實 情緒跟經驗 這也是可以幫助你收集到更多材料的方式 對 非常推薦大家使用說故事這個東西 好 好 腳棒 好 那大家給我們第一位講著 就給拍手一下 謝謝 好 我要笑一點 對 好 那因為接下來呢 他剛剛講的東西 其實是我們在社團裡面發現的一個 比較是雙向溝通的原理 對 然後 那我們現在會講一下 我們在社團裡面經營的經驗 這個樣子 對 好 一開始我們遇到的現象 就是說 其實呢 我們社團裡面 他會有很多人進來 在二零二零 二零一九的時候 那個時候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就是其實 他那個社會氣氛是很鬱悶的 然後呢 那大家那個時候呢 我們就想說 那來成立一個社團 來抒發一下自己跟自己家中 長輩溝通不順的經驗好了 結果我們一開張的時候 那個是量是非常可怕的 他幾乎是每天是湧入幾百人的方式 一直不斷地在湧進來 然後現在社團現在看到有七千人 但其實差不多是乘以四倍 就是當初湧進來的人數 所以是非常可怕 我不知道現場沒有人是在這個社團裡面的 然後 對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呢 我們觀察到社團有運作的一些機制 就第一個就是故事是真的效用很大 就是有些 第一個就是說故事 就是尤其你在說自己經驗的時候 其實對一個人來說是非常疏牙的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因為很多人啊 大家家庭都會覺得說 我好像是獨一無二的經驗 但其實這樣整天看下來的時候 很多人常會在底下留言就說 我好像看到我家的故事喔 我以為這是我爸媽 所以說呢 就是看別人的故事的時候 你就會透過別人的經驗 就可以獲得別人的經驗值 然後慢慢的在進步這個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的社團的運作方式是說 他PO一著天文以後 他下面可能就會幾百則留言 然後就會說 喔 我覺得你可能可以這樣回話 或是你可能可以這樣的角度發球 對 然後所以呢 他其實會有一個集體智慧的現象 就是說 即使你可能一直還沒有 高到那個邊 但是呢 你可能會看到一個留言是 你可以線下可以使出的方式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臉書 他其實有個機制 又他是短 而且多次的曝光 那這種事情對於學習效果很快這樣子 好 再一次再直接下一頁好了 然後我們有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討拍群軟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 討拍群軟的話 大家就會是可以互相拍拍 然後呢 那可能剛進來的人 他的狀態不是那麼容易有情感獨立的狀態 就是他可能會覺得說 爸媽應該要照顧我自己的情緒 或是感受什麼的 那我們有觀察到就是說 就多拍拍幾次了以後呢 那差不多四個月以後 你可以從一個情感比較不獨立的狀態 進入一個比較獨立的狀態這樣子 好 那我們一開始遇到的現象就是這樣 就是說 這個應該直接跳過 因為我覺得會沒有時間 好 抱歉 好 但是呢 我們剛才已經講了那個 雙向溝通的原理 那個是 你要做好一些基本功 好 做好一些基本功的時候 我們就比較容易達到 就幫我全部履出來好了這樣子 那就是這個基本功 就第一個就是先照顧好自己啦 就是說因為一般來說 大部分的受傷在外表是看不到的 但是內心的受傷 有時候就只能靠情緒來 去做這個指引這樣子 那OK蹦就是說 那我要怎麼補這個內心的受傷 那通常都是要靠連結跟同意 會比較有效的可以去指引 那我們社團有些人是可以提供這樣的方式 所以他就在留言的時候 會有達到一些同理的效果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其實很多人在外表的時候 看到的都是憤怒 但是他其實往內追 很多都是悲傷 難過或是不爽 或者是各種情緒 但如果你一直用憤怒的方式 去對待這些情緒的話 那就會沒有得解 所以說其實都還是要再往內追是什麼 那這個前提就是先照顧好自己 對 然後再來也是全都履出來 然後就是第二個前提就是 感情極不得 就是說 我們是鼓勵過好自己的生活啦 就是說因為這個是很明顯的 就是長輩他只要看到你的生活 過得還不錯 他基本上就不會覺得你 他不會一直想要干預你 或是他就會比較安心 比較安心就比較有機會開啟其他的話題 這樣子 然後我們在社團裡面有推一個機制 就是說 假設你跟一個普通陌生人 談政治的話是60分 那你自己跟家人的關係你會打幾分 那假如說你的分數已經低於這個分數的話 就建議你不要再談下去了 然後我們還有在推就是信任存款 信任存款意思就是說 要早安晚安的混好一下 然後呢 再來的話就是要 有時候可以傳個狗狗或貓貓 像我們社團內有些人 可能上一秒還在跟長輩 吵得不可開交 然後呢他就馬上意識到說 可是這樣對話風景可能會沒有 會縮小的時候 就趕快傳一下他貓貓的照片 這樣把那個整個氣氛緩和下來 這個樣子 對 那這就是信任存款 等一下會講信任存款為什麼重要這樣子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其實蠻壓縮的 我覺得很多人都受傷了 就是說實際上看到改變的話 大部分都是用年來算會比較舒服一點 所以我們看到目前比較舒服的步調就是三年 就是你三年慢慢從一個 這個價值觀螺異到另外一個認同 會比較舒服 但如果像六個月真的是太緊張了 對 好 那為什麼要信任跟傾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像剛剛講的 就是說我們一開始碰到的都是經驗詮釋 就是價值觀的部分 那價值觀他其實就是一整組的經驗 就是他過去的經驗 全有累積而成的一個長期的偏好 他會決定他當下的決策要走A這條路 還是走B這條路 但是呢 如果你要 你如果你信任值夠高的時候呢 他可能就會跟你講他過去發生了什麼事 像我們那個 有些整友就會分享他爸 他阿公躲在陽台裡面 去燒那個競選的棋子 就是一邊哭一邊燒競選的棋子 然後像這個片段就是一種超級強的高情緒的片段 你就可以進一步再往下追問說 那阿公那個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為什麼他要哭 然後呢 他要燒競選又是什麼原因 那往內推的時候 你才有可能像剛剛那個俊博講的 就是說我們再把他重新 詮釋一下新的經驗 然後當你詮釋新的經驗的時候 你的決策在前面就會產生改變 那這比較是雙向溝通的原理 這樣子 對 好 我們時間快不夠了 好 如果我要講 接下來要講這個同溫層遇到的困難 有能在同溫層有遇到困難嗎 對 同溫層對話的遇到困難 對 同溫層的 好 沒關係 我繼續講好了 那我們就是 其實我們社團在選後的時候 有遇到困難 我們現在還沒走出這個困難 我就先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了 就是我們觀察到 幫我全都捋出來好了 我們觀察到遇到的困難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其實我們有很多詞是定義不清楚 比如說價值觀是什麼 意識形態是什麼 真的不清楚 然後溝通是什麼 就是大部分目前狀態 我的觀察是就是以致溝通 但不太知道怎麼溝怎麼通 對 那台灣人 我覺得台灣人是以這一層有達到了 就是說 當我跟對方可能意見不衡 或吵架的時候 他會說我們來溝通一下 但只是方法論來說 可能還在建立這個樣子 然後再來是中文的現實 就是說 不論是講這個情緒想法價值觀的許願 在中文裡面很容易就變我覺得 所以你在網路上討論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是 你不太知道他現在是在講情緒 還是在講價值觀 就不太能有一個有效的回應 那我們這團在結束以後 也遇到很強烈的二元對立 就是不是對就是錯 這個樣子 然後還有遇到資訊時間差的問題 就是可能有些人對某個議題 他的停留版本是2018以前的 然後但是有些人已經更新 追劇到2020以後了 那你就會發現這兩邊講的事情 是不同時間帶的事情這樣 然後最後一個是現在目前 可能大家比較多人在談 就是說 因為我們那種遇到現象 就是在討論任何議題的時候 大家就會說1、1、2、4很可怕 不要再討論了 後來就我們把它稱作為1、2、4 PDS T 應該是P 對就是1、2、4後的這個創裝證侯群 這個樣子 然後結束 然後這樣往下全部都出來好了 然後我們也有遇到就是 常常有人會說 列幣驅逐於兩幣的問題 然後那我自己跟諮商師討論以後 我覺得他可能狀態原理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再去分享自己的經驗 我們剛才已經知道 分享自己的經驗是需要很高的信任 跟傾聽才有幫我問出來的東西 然後他其實就是對於一個人來說 他就很像那個棒殼的嫩肉一樣 他就是很脆弱的 然後這時候有人就說一個 大腦是個好東西 或是吹吹酒 或者是怎麼什麼不意外的時候 他就很像拿一根針去刺到那個肉裡面 所以人被刺了以後 他就是縮起來了 他縮起來以後 接下來做的事情 在網路上就很簡單 就是你唱你的議題過我的歲月盡好 而且把對話封鎖就直接離開這個樣子 這個也是我們有觀察到的現象這樣子 好就直接下一片好了 好這個不要 這pass 抱歉 我們在社團裡面花了很多心力 在討論這一塊 這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對 然後我們現在是用社團的一些反規 把這個以下的 這個資訊比較低的部分給禁掉 然後鼓勵大家往上面走 但是我們後來發現就是 還有一些東西可以調整 再幫我喊下一眼 對 就是說實際上 就是如果你直接反駁一個人的時候的狀態 他會直接用情緒反鋪你 所以說 我們在這邊的嘗試方向調整 就是說 他還是要累積一定的信任值 你才可以走到這一步 這個樣子 那在前面的話 就是這邊基本上是可以用版規的方式 把他禁掉 這樣 對 好 你還有點 10分鐘你要幫我帶嗎 我不要單瘋吧 這個就 就pass嗎 我講解一下他要幹 好 然後我們就直接加 對我們直接QA就好了 然後 剛剛還有另外一個是中天的嘛 那其實就像剛剛已經有提到我們在溝通上會有很多種不同的狀況 包含是 因為中文上面講都是我覺得 所以其實沒辦法去判斷他到底在剛剛那四層裡面的哪一層 或者包含他的情緒還非常的高漲 然後 沒有辦法跟他溝通 又或者是 就是我們提供了一個 我們提供了一個 事實基礎非常堅強的打臉 不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而且很明確 我有證據 就是這樣子 你應該聽我的 可是 其實你 你提供了很大的資訊量 不代表對方會被你改變 甚至是 你提供越大的資訊量 你越要他改變 他給你一個越強的反彈 所以其實在金字塔的形容裡面越上層越好 可是我們覺得去布定要看狀況 好 所以這一張就是中天觀台這一張 我們可能可以請大家回 就是可以想像一下你的溝通對象是誰 然後你在什麼場合跟他溝通 在家裡還是在遊行現場 還是在電話 他其實都會不太一樣 那是誰 所以 可能就可以想一下 那好 我現在想要先跟他講的是 事實感受詮釋 還是他的決策 我們到底現在focus在哪一層 為什麼有時候 對話會非常的混亂 就像是 剛剛那組遇到的問題 反方他一直在切換戰場 他跳來跳去 因為 他其實不會去好好的整理他所有對話 他就是跳來跳去 想到什麼 假假假假假假假 然後 你就被他帶著走來走去走來走去 然後最後 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 決定好一個東西 先跟他focus在那邊 如果他跳出去 跟他說 我們先把這個講完 我們等一下再講那個 對 決定好地方 然後 我們現在的目標到底要走到什麼程度 我們現在是只有打算要聽 如果你跟一個完全義務的人講 我們大概只能負責聽 你給他一點點的刺激 他就彈回來了 那 如果你的目標是鬆動 那你可以給一點點新的經驗 如果你是要改變他 可以再多一點 如果你要打臉他 對 那就是另外一個狀態 如果你在一個 政策辯論的會場 那你當然就是打臉他 就沒有問題 對 看場合 所以 考量上面的東西之後 你們可能可以去想個兩三句對話 譬如說他提了什麼 那你根據你剛剛擬定的方式 你要怎麼回他 對 就是原本要提供給大家的 的活動 那就是先解釋完就好 那你就直接到下一頁好了 對 然後這個社團很辛苦 就是說不是只有我們兩個 我們這邊 我們就全部都列出來 然後也請大家幫忙拍手鼓勵一下 我們快結束了 好 再下一個 下一個 不好意思 下一個 對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說可以大家 等一下還有連結 然後可以加入社團 然後呢 或是看我們的大人會 然後開部分 好 也歡迎跟我們做邀講 這個樣子 對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在簡報都有連結 我們就直接進QA吧 好 對 啊 到時候應該上 AMD都可以看到這份社團 好 有沒有人要QA 因為我們剩10分鐘 這樣子 對 或是在讀要QA嗎 好 好 那現場有人要我直接問問題也可以 對 要直接問可以 對 要直接問可以 對 對 我剛剛覺得 我剛剛那個 事實加情緒 衍生進全世的態度 我覺得全世有時候 會變成很可怕的一種回憶 就是 你聽到他跟你講的話 是一定是一個全世的狀態的時候 但對那個來說 可能是他 因為那個全世有可能 會進步又演化成 對 沒錯 然後他會變成一個回憶 對 那搞不好他講到就是 那個人比較熟的情緒 是 然後你要回去採點的時候 會非常難看 或者是你再講一句話 他其實都會覺得說 這句話當然不是可以強制 然後他先進去 就是他會在各個 這三個點上面 大家會混亂起來 然後會搞不清楚說 像一個要移情的 那樣的那樣的實行 比較會全世 所以才會推薦大家在全世這一塊 真的有點險 比如說 好 執政黨很爛 這個絕對是一個 執政黨很爛這句話 或執政黨不執的心 或執政黨圈圈圈 反正這個一定是一個 就像你講的 回圈了非常多次的結果 那你可能就 可能如果是我就問他說 那你覺得 我可能可以倒過來問 那為什麼你覺得在野黨很好 在野黨做了什麼 讓你覺得很好 或在野黨曾經怎麼樣很好 你去追他正面的經驗也可以 因為反過來就是他不要的 對 那也可以倒過來追 那就是想辦法追追看 或者是聽他講 如果拿跟他同溫層的東西 去跟他討論都OK 比如說你就拿忠實去跟他研究 他就告訴你說 對就是這樣子 為什麼就是這樣 然後你說這樣子 那這個咧 然後他就跟你搶 你可以讓他講得很開心 但是同時都是蒐集資訊 對不一定你要用反面的東西 去跟他討論 對 好 他們要來提問 或是你們遇到困難這樣子 請問有溝通方面的推薦書單嗎 有 我建議是有很多啦 然後呢 但是我建議可以看 比較從比較好入門的 因為市場上的溝通 我後來調查一下 就蠻多都是停留在市場溝通 跟那種親子溝通 那我們切的其實是一個過去 沒有人討論的領域 很少人討論 不是應該沒有 很少人討論的領域 就是你要跟家長溝通 跟自己爸爸溝通 然後還要討論政治一起這樣 所以我可能我現在目前還在學的 都是從那兩大很穩定的溝通的系統 就開始挖 看有沒有一些漸進 什麼非暴力溝通 或是上級的溝通 這類型的都還了吧 還有嗎 如果家中父母經常對你洗澡 之後如何如何 你會如何處理 他是很強力的意思就是在你旁邊唸行嗎 或是怎麼樣 好 我先假設是這個情境好了 對 那我可能第一個我會做的事情 我會先觀察他的資訊源 這個是我們在社團裡面有驗證過的 就是說如果資訊源他的部分 是可以被稍微的調整 那不是說調整的時候他從A調整然後B 也就是說比如說像我們在身材裡面就會講說 你那個YouTuber他會一直推薦給你很相關的東西 所以說假設你看了一個比較激動的東西 他就會推薦你更激動的東西 讓你一直不停的站在這個激動動態 對 所以說我們會推薦就是說 可以幫YouTuber幫長輩 如果在他統一之下的時候 就幫定一些每次你到千千啊 然後或者是上告啊就是那個痠痛啊 這樣子要怎麼做腰部又不會痛啊 我跟你說這真的是有效 因為我就有幫我婆婆就跟他講說 啊你這樣子腰痛啊我幫你這樣訂閱 這樣看一看你比較不會痛 然後那個演算法就變了 他就知道你比較喜歡生活化的東西 他就會在社會生活的東西 這大家懂嗎 資訊源先調整一下這樣子 我可以用我一個遇到的事情 就是對就這個群組 這是學校社團 不是 學校老師內部的群組喔 然後我有一天七點半爬起來 他八點零七分傳的 然後內容就是一個什麼 我大概念一下你們就知道感覺了 民進黨更加囂張分章 2025他遇任拍屁股走人 留下巨額鍋在下一代三輩子還不完 如果你甘願被騙台灣活該加悲哀 然後B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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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對在教師群組 然後我就想說這發生什麼事情 對然後後來有一個夥伴他很勇敢 他就在下面留了一句話說 老師這個我有興趣 你可以跟我講你在哪邊看到的嗎 啊好棒 對對對 問他資訊來源也是有 對就是你可以都可以認同他 讓他覺得你不是在打臉他 問他資訊 那這句話有兩個效果 第一他可能會去想他的資訊到底發生什麼 是因為他沒回了 這個人就沒有再回話了 第二其他的夥伴 其他在教師群組裡面就會發現說 這不太對勁 為什麼有人在追來源 對他做了問來源 我就在下面打了一個加一 然後後面又有一個人加一 有三個人之後他就不敢講話了 對可是 我們都是站在就是相對是認同他 我們想聽更多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他沒有告訴我那就沒關係 其他人他也被講到了 然後傳貓貓圖 傳狗狗圖 傳長輩圖 存款加減累積都有效 對 因為我們都覺得長輩圖就是很無腦或怎麼樣 可是就是有 有穿 對 我們市場裡面有個經驗 就是說他跟爸 他媽媽處的不太好 然後那時候他就看我們在傳長 我們鼓吹長輩圖的時候 他就死馬刀活馬鈴 然後就是用你今天關係長輩的東西 就傳給他媽媽 然後之後有一天他媽媽就跟他說 我覺得你這樣讓我有被愛的感覺 這是真的 就每天給他早安平安喜樂 對 然後呢 所以他就是用這種 他媽媽可以通的方式傳遞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自己有 對就是其實這樣比較能搭的相對話 這樣 溝通的頻道 這樣 好 還有問題 對 我們有很多實在集約 有很多很間接的方式 因為 我很喜歡去 找 就是入神交換神 對然後 有一次就是 我跟他聊天一下 我覺得這個人感覺是有機率溝通的 就是有機率寥寥的 所以我就在我的背包上面綁了一個 那個香港時代革命的步調 可是我一句話都沒有提 我就是綁上去我什麼都沒有說 我完全沒有跟他講任何事情 我就試試看 三天之後 他跑來問我說這是什麼 是你問我的 那我就可以講了 那跟我直接去對他講 那個情緒是不一樣的 如果我直接對他講 就是你幹嘛要 你幹嘛支持這些報名 那你自己來問的 那我給你解釋這合理吧 就是製造一些比較軟性的契機 去開展話題 然後累積信任值 這都是有效的 然後 可能都要想好 比如說 我跟陸生所有的 一切的目標 只做到最多鬆動 完全不會做改變 我完全不會去說服他說 你相信民主比較好 我不會就是 你確定這個沒有怪怪的 一點點的缺點 我覺得獨裁很好 可是有一點點缺點 那這個缺點怎麼辦 那他有一點鬆動 這就是我想要達成的最終目標了 因為我覺得他們不可能到改變 但是可以鬆動 鬆動都是有機會做到的 因為他也會說 對我覺得 他不會講共產黨 我覺得對 這樣真的也是不太好 怪怪的 可是我覺得 經濟就是最重要 但是他也會承認這個怪怪的 那就鬆動了 那有一天 也許可以越挖越大 那就後面再說 但是 我就會完全設定在鬆動它 對 好啊 因為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下一場的那個 對 對對對 就是看你所有的朋友 就這樣 就是這樣